5分钟飙车10公里,辆司机被刑拘,8月5日一段飙车视频在微博,朋友圈以及各大群聊里遭到疯传,视频显示的时间为8月5日0时25分视频车为一辆红色丰田瑞志轿车,红色瑞志车司机行驶,在一条双向六车道,的最内侧车道,而在看到一辆蓝色轿车狂飙而过, 瑞志司机便立马加速追了上去辆车,便在公共道路上展开了疯狂追逐同时,网上也流出了一组疑似蓝色宝马车司机在一车友群里的对话截图,这辆互标的分别是红色丰田瑞志以及蓝色宝马M4来源,深圳交警官方微信平台该车友承认是自己开的车,并表示,运动模式都没开, 甚至还称在瑞志驾驶员的开车技术,通过视频内容进路段分析,调取该路段实时监控,深圳交警成功锁定了飙车视频中的两辆主角, 经查证,2018年8月5日零时二十四分许,简某驾驶月闭牌红色丰田瑞志小车与秋某驾驶月闭牌蓝色宝马小车在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南路至尼港路等多个路段追逐近时,已达到危险驾驶标准, 经过迅速出击8月9日时十四十分许交警于罗湖区某小区内成功抓获嫌疑人秋某,秋某被抓后便解说, 因为自己车上有女孩子车诉,并不快但经交警调查,事发当时蓝色宝马车副驾驶上, 是一名男性同日十四十三十分许交警在隆港区及华路某, 汽修厂当场抓获正在修车的简某原来简某,察觉到深圳交警,正在查此次飙车案, 便有意到汽修厂将车改回原样瑞志车,在案发时是红色贴膜, 事发后立即撕膜变成原厂的白色,并在修理厂将改装件,还原成原厂件期间被现场查获, 从车辆的内饰特征,和道后镜涂装等细节,确定与案发车辆是同一辆车, 8月9日,20时许经7小时连续审问,两名嫌疑人道出飙车实情, 8月5日凌晨驾驶蓝色宝马小车的邱某在行驶过程中加, 速超过驾驶红色瑞志小车的简某简某, 对这一超车行为,有些不满便加速超过邱某, 却没想到邱某又再次对简某进行超车简某被甩在邱某小车, 后方始终跟着邱某行驶,简某便多次使用远光灯照射, 前方修某的车辆在邱某准备左变道行驶时, 简某加速上前阻止邱某变道此举一出更是火上焦油, 邱某怒火中烧,直接加速到130到140码, 将简某甩开而简某不愿就此罢休也加大油门紧随其后, 两车在沿河路段持续超速, 五分钟飙了十公里期间, 因为超车两车还差点相撞, 直至不新路段邱某减速, 此次追逐竞逝,才结束巨细二人并不相识, 飙车过后的第二天邱某才从微信, 微博等私人交友圈找到简某, 而简某则是被深圳交警抓获后, 才第一次见到了与自己飙车的人罪中两人都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备, 依法刑事拘留现场图。